其實說了很多 很技術 其實我想進入最後一部分 跟兩位談談 其實在你的經驗裏面 其實這種所謂可以做到很多 令到整個股票的市場上落 其實是容易的在現在這個環境裏面 我可以說一下 我日常工作裏面 其實有很多會做 整個市場這樣賣 幾十億這樣賣 是不是可以 我沒有見過 我自己買賣的時候 沒有這個影響 也做不到 這個 或者可能我的技術不夠 或者我做不到這些事情 Karina 你覺得 Hedge Fund Manager 是否有呼風喚雨的能力可以這麼厲害 我自己就很少見過 真的沒見過 我真的在想 有什麼例子 其實唯一一個例子 我可以想到就是 有些所謂的活動家 的活動家 是用他的聲譽來幫忙的 就是他的名字 就好像說 哪個Hedge Fund Manager 以前買了這間公司 賺了很多錢 現在他又買另一間公司 或者賣另一個公司 就有些公司 但是如果他們會不會 真的等到這麼大塊錢出來 可以令到可以移動市場 是沒有的 沒有可能的 除非那間公司很小 如果是很小的話 那又不會移動市場 所以我自己 我真的很少見過 真的很少見過 反而可以加多一點 反而其實行內裡面 就是反而最想你做交易的時候 都是不想你移動市場 因為其實如果你去移動市場 其實某程度上是 跟自己作對的 就是你好像去街市買菜 那樣買一棵菜 你不會想你買一棵菜的時候 一棵菜是買10元一斤的 那你不會想它20元的 你想越買越便宜的 你不會想越買越貴的 那所以其實我們做很多時候 做交易都是不會 不會令到那個價格去移動得太厲害 那好了 那另外一個問題也要問大家 那 那 看你的印象裡面 那很多人都會說 那華爾街是否真是一個很邪惡 很骯髒 也很喜歡踩界的一個行業呢 就是Karina 或者我也有接觸不同的管理人 認識 也有不同的人 在華爾街上做 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真的 說真的 很多人做銀行的 都是為了賺錢的 是不是 很少人 你真的想做優惠 或者做那些 就不會入銀行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說 是 Hedge Fund 和 例如Long Only Manager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 其實那個Motivation 都是為了賺錢的 只不過是用不同的方法去 而Hedge Fund 那個industry 因為比較少 regulation 所以他們有多些不同方面 可以賺到錢 那如果你說 真是邪惡 其實 基本上 每個人做投資的 都是想賺錢的 是不是 是 但是有些人賺錢 就說 他會不會是 踩界地賺錢 還是 他是 其實都是在一個 許可的 regulation 裡面 去賺錢 還是 搞到市場 立刻亂 而令到他 從中獲利 似乎 這裏就有少少不同了 我覺得看Hedge Fund 其實那個 regulation 如果你說要 市場的 manipulation 那個 regulation 是 across the board 的 不是說Hedge Fund Manager 可以做到其他事情 做一些事情 是 踩多些 其他的人 都會踩的 其實 那個parameter 應該是差不多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就是 在Hedge Fund 做 experience 去投資 Hedge Fund 其實我覺得 最大的風險 是假批的 是假批的 市場的操作 操作 因為Hedge Fund 業界 不太規定 你看到 有些 像以前那些 Pont C scheme 那些 是投資 在Hedge Fund 裡面的人 怕過 Hedge Fund 去操作 市場 我們覺得 如果你的意思是 如果管理員要作弊 可能這樣作弊 更容易 去操作市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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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要用九牛二虎之力 去操作市場 製造這麼多謊言 然後才賺錢 不然 可能他就在那裡 走 或者什麼 可能 拿了你的錢 走去 就不見了人 就是更容易 就是可能 就是 錢蓋錢 其實我們都聽到 很多這些 Hedge Fund 就是說 有很多錢進入 於是乎 他就為了這樣 而蓋了他的數目 這樣 Jonathan 會覺得怎樣 我就從一個交易的角度 去看 以及市場的流通性 去看 其實 有 市場 多一些不同的 玩家 會使得 市場的 流動性 高了 就是 使得 流動性高了 也可以使得 市場 更加有效率 其實如果市場更加有效率 的時候 其實對大家都是好的 那為什麼一個市場 對 有效率的時候 對大家都會是好的 就是 例如你價格 就 買買差價 會窄了 那所以 如果 譬如一般人想買股票的時候 他的買賣差價 不會 不會 那麼大的買賣差價 你 你 就會 多了 你的 價格的反應 也會 比較快 那所以 你買 如果你是 想買 你買 買東西的時候 你不會 要付很貴的價錢 那當然 反過來說 如果你有隻股票 市場反應得很快的時候 其實 我又沒有時間 讓你離開 所以 每件事都有難 又不難 但是 一個市場 越多不同的玩家 對於我的角度來看 是好的 所以 在我的工作上 來說 那 Hedge Hunt 有時候都會是我的 對價 而我也都很開心 有這些 這樣的地方 去給我這個流動性 去做到 我要做的事 所以 其實是好的 我覺得 OK 那今天 時間 真的過得很快 已經差不多 接近一個小時 不如 我都問一下兩位 對於整件事 或者還有些什麼 你可以覺得 給兩分鐘時間 有些什麼 你都想說一下 關於這個題目上面 特別在你的 準備裡面 或者你的時候 我交兩分鐘給大家 那我先說 其實 整件事 GME 或者Hedge Hunt 是好還是壞 其實都是 某程度上 現在看回 其實是 很多傳媒 都是 都很喜歡 挖重 取寵 還有 現在 這個年代 資訊這麼發達的時候 其實可能 一樣很少的東西 都會發到很大 那這個是 我們 不會每一天都要 要知道的事 就是 你看 比如看社交媒體 看 就算 一般的新聞 都未必真正的 說到事實 給你聽 Karina 我覺得 做了這麼多年 Hedge Fund 說真的 這個GME 這件事 還有 所謂有一間 對沖基金 虧了很多錢 那間對沖基金 不是很出名的 對沖基金 比其他 真是很大的 對沖基金 其實它不是一個 大的 或者出名的 對沖基金 只不過是 剛好 有一間對沖基金 削了這隻 銀行 虧了很多錢 就出來了 在傳媒上 但是 對沖基金 的工業來說 不是一件 大件事 基本上 我自己覺得 另一件事 我想說 就是 對沖基金 其實是一個 很浪費的 工業 就算我等出來 那些 類型 有些人可以 不喜歡 就是 每個人的 對沖基金 的風格 或者是有什麼作用 其實很多 很多人都 還在討論 因為 基本上 裡面的風格 是太多 太複雜 基本上 我的風格 很多人會覺得 其實 我自己覺得 不是這樣 我覺得是另一件事 其實都是一個很浪費的 不是一個工業 而是一大堆很不同的 投資風格 在一起 好 好 那 我們結束之前 有一條問題 問得相當好的 在網上 那他就說 Jonathan 這個題目 你要回答 就是 他說 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說要借貨的 是不是 你要借貨 就是說Jonathan你有貨 我借到回來 我才可以縮 那個銀行 是不是 那有人就問 怎麼可能 會縮到160% 的浪費 就是說那個 外面 譬如外面 是有 好像現在 GME這個個案 就好像 應該的浪費 是大約 53個Million 這樣 是不是 那 就是 那 那個銀行在外面 那你借回來 都是53個Million 怎麼可能會縮到有 70幾個Million 或者有80個Million 在外面縮貨 就是怎麼做到的呢 是不是 是不是有問題 在這裏呢 你回答這位的問題 好啊 其實這樣 可能複雜一點 但是我嘗試解釋一下 那 當我現在 我就是GME股票 我買了他所有的股票 那我有一百萬股 OK 那我有一百萬股 Terence 現在想 沽空 這個股票 那他就問我借GME的股票 問我借了一百萬股 OK 那Terence 現在 就在市場上 那裏沽空 這個股票 OK 但是呢 他沽空要有個買家 那我買家 就是Karina 那Karina 那Karina 也買了這個股票 那現在 我 就同時 是買了 我是有一百萬股的 Karina 這家 也是有一百萬股 那現在就有二百萬股出現 那Karina 又借這一百萬股 給Terence Terence 又再沽空 那這樣 所以 那現在 Terence 就沽空了二百萬股的GME股票 那 就變了他沽空了 GME的股票 兩倍 兩倍 他真的有的 有的 交易 那不知道答不答到 其實都解釋清楚 因為 他 我借了之後 買了出去 買了出去那個人 再借給其他人 那個人又短 然後他又借給別人 所以 當這個 這個行程 重複出現的時候 就 絕對有可能 他的短的位置 就是多於 他的 或者 浪費的 銀行是絕對不出奇的 這個就是 很多人 都會 都會 留意 沒有可能的 這個 這個 好像不太合理 但其實是有可能的 那當然 除了之外 外面也有很多 技術的解釋 但是其實 這個也是最主要的解釋 那或者 我都 講少少 我自己 今次 預備這個題目的時候 和Jonathan 和Karina說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少少感想的 第一 是 是不是真的 大衛 打贏了哥利亞 首先我想要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有某一隻 游泳輸了很多錢 於是 就有一條大鑊 就被 這個所謂的散戶打散了 這樣 其實我有個疑問 就是說 可能在 就是 正說 看到就是說 在第一個 在第一波裡面 可能真的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不過在第二波裡面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發生著 我們其實 不是很認識 正確是哪個球員 是不是有其他 在那時候 趁亂的時候 買了很多 召喚 而賺錢呢 又或者 是不是他們當中看到的勢 是賺錢 就是說 可能你真的 打了一條大鑊 但是 是不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養肥了其他大鑊呢 其實 有時候是很難知道的 所以 是不是真的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很美麗的故事 就是說 大衛打贏了 可能 有很多散戶 在高位裡面 接了貨 於是其實 大衛也傷了 那條大鑊也傷了 不過 養肥了其他大鑊 這件事情大家值得應該去考慮 第二件事 就是關於貨錢工業 就是第二條題目 就是說 我們很喜歡用很多類型 去處理現在現實裡面很多矛盾 例如說 貨錢工業很邪惡 於是乎 我們一起要集大家的能力 去打大鑊 去將這些貨錢 是警惡情姦 其實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說 其實如果市場真的有漏洞 令到這些貨錢工業可以興風作浪的話 其實你不是要打了貨錢工業 你是要將這個漏洞堵塞 令到市場更健康 讓到更加真真正正在這個投資的市場裡面 得到保障 才是我們最想達到的東西 因為你打了一條大鑊 如果有漏洞的話 另外大鑊 我肯定有很多大鑊是輪著這樣上 你打了多少呢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如果只是用這樣的方法去處理 其實沒有處理到問題的核心 但有些人說不是 我起碼做到很多噪聲 做到很多噪聲之後 政府就會出手 干預 改調整 是與不是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看一下過去 有很多要轉金融市場的規定 08-09年之後 或者華爾街之後都有很多噪聲 結果 是不是真的就改到 好像原本那樣呢 很多時候都是 開始的時候很大聲音 接下來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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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輪 因為整個項目裡面牽涉很多人 當大家永遠都是想追這些很激的新聞的時候 當這個項目連長一年兩年三年五年都沒有結果的時候 大家的注意力就已經是不會有當時那麼火熱的 所以變成了其實在整個過程裡面 可能你最初是製造了很多噪聲 但是在整個真的要改善金融市場的規定 其實是很漫長 不是單是製造一兩個噪聲 就可以真的成事 是真的要慢慢很多技術 很多很經驗的人 在長年每月裡面的工作 才可以真的把那個制度做完善 就是可能在一個劇透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面 大家會覺得很興奮 哇我們打了一條大鱷 於是怎樣怎樣 但是其實對整個投資環境有多少的改善呢 其實我是很有懷疑 反而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解決到呢 而我覺得在當中其實帶來社會上面 有另一個的負面影響 就是覺得 原來政府做不到事 於是乎我們要用這些方法 而令到社會造成很多的撕裂 很多的偏差 到最後 誰是贏了 誰是輸了 誰是贏家 誰是輸家 制度真真正正是不是改善了呢 其實這些我覺得才是我們需要 在去留意 還有真的要慢慢經過一個很漫長的項目裡面 就要去處理 不是一兩個噪音或者一兩個浪呢 就可以解決到 這個都是我自己跟Jonathan和Carina 聊完之後呢 有一點點的看法 很感謝兩位來到這裡 當然 今天呢 你都會看到 我們分享的東西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意見 和我們經驗 我們都很真心把我們能夠了解的東西 告訴大家 如果幫助大家 看到一些新的東西當然是好 如果覺得不適合 有三個相當無料的人在說廢話的話 就當笑話一場聽完就算了 當如開心一下就算了 不要太過介懷 也不需要太激去攻擊我們 最後呢 我都講一下下個禮拜了 下個禮拜呢 就是有兩個字 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就是情感 就是你的情感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另外一個就是資本主義 但是呢 如果將這兩個字加起來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情感的資本主義是什麼意思呢 那下次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留意我們 我們請了另外我兩位朋友 一位就是寫了一本書 關於這個題目 情感資本主義的 那所以呢 就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那下個禮拜同樣的時間 倫庫巴就是六點半 禮拜五晚的六點半 多倫多就是禮拜五晚的九點半 香港就是禮拜六之後的九點半 那同一時間呢 就希望呢 可以見到大家上來 一起聊聊天 那今天都有人問了很多的問題 那所以都非常之好的 那就在這裏呢 就和各位講聲再見 拜拜 下個禮拜再見 請收視頻 我们下期再见